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18号下午乘专机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系列高级别会议。李克强总理夫人程鸿同机抵达。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中国是联合国各项事业的积极支持者。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有关工作。 中国愿同与会各方一道,为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在纽约期间,李克强将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主持可持续发展主题座谈会,出席联大解决难移民大规模流动问题高级别会议以及难民问题领导人峰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预会部分国家领导人。 李克强还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双边会见,并会见美国经济金融智库媒体等各界重要人士,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等机构举行的对话活动。